哎 做客 那你好像飄了干啥 还累了干什么 赶快救人了 哎 这不是宋家长女 宋小冉吗 好多的 怎么就和了 还不是因为她那个后妈 硬是抢了小冉的婚事 把她给了自己的妻女儿 可不是吗 不但被抢了男人 还被骗了仿制厂的工作 哎 好好的姑娘就被这样逼死了 谢谢 没劲了 让开让开 让开 还有救命 哎 这小伙子怎么认姑娘凶的 这傻流氓吧这是 哎 你 哥 咱一会还要去提心呢 你这不怕我 别废话 救人要紧 快看快看 清楚了 这这这这 这这 这这 啊 哎 哎呀 哎 我去 这不是在做梦吧 这小说里的帅哥送到我怀里了 你没事了吧 啊 没 小姑娘 你要记得 不管要是活着都要好好活着 活着才有希望知道吗 大文婧说什么鬼话 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我手机呢 你有手机了吗 手机 手机 是这个吧 啊 啊 啊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快去找你 这是穿越了 啊老天爷 开始不会像 小长快回家 你要被你们抢婚了 是吧 感谢各位亲朋好友 街坊连聚 前来参加我女儿宋小梦 和女婿陈宫明的婚礼 接下来有请两位新人 喝酒杯酒 谁 解开 谁就去 谁扔的 你别吵吵了 你说啊 你就是那个骗了宋小长金绍兴的渣男 是吗 你要干什么 臭 爱 错 好 酒 你说怎么救人能把这些都占了呢 姐啊 孔明哥他不愿意娶你 你就自杀危险 现在还在婚礼上胡闹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妈是后妈 我是婧女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欺负人吧 是啊 然然 这今天是你妹妹的大喜日子 你就别闹了啊 孽女 你重新让人不安省是吧 好好好 你们一个二个给我玩相亲相爱一家人是吧 那你们就别怪我让铃铃铃军都知道我在这过的是什么时候 你你要干什么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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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谈条件的时候 起来起来 我闹到可以 介绍信给我 什么介绍没有 没有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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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行 那这样吧 这个介绍信呢 咱们让公民啊拿钱买 哈哈 然然 那你看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也不会多样的 对吧 对 五十 这太多了 不是五十 五百 啊 五百 五百 你是来抢钱的吗 姐姐 我们可都是亲人啊 嘿嘿 亲人 这钱可是陈公民 他这个万人出 亲人 你口不 closed 哦 在我面前玩白莲花 我看的小时候可比你走的路还多 快快快快 给他 哎哎哎哎这今日刚收的你多了 行行行 多了少了就这些了啊 拿了钱赶紧滚 行行行 现在要信的事就这么了了啊 我还有件大事 你骗我感情的事情 你说 还有我都给你 我没有钱了 没钱 没钱 你骗别人感情 我今天就要替宋小冉 把所有委屈都套 快打人 这后马不好当吧 谁说不是 不过 我听说这婚事不是给老大的 被抢去又塞给老二了 可不是 他说小冉嫁了个外村子 48岁 李懿还带了个娃 这不做业吗 求恩 这里是宋家吗 我拆了你狗腿 是我 这谁下的郡后生 该不会也是来抢亲的吧 救命人 你来我们家干什么呀 你是宋家女啊 嗯 哦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担心我 你 放心 我肯定不会再自杀的 嗯 对 好好活着都好啊 你还有别的事情吗 我来提亲 什么 什么 一千块钱 你们就把自己女儿卖了 你们可真是一对好 沈大 这个借记有过婚书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这当年呀 实在是因为太穷了 为了要还你们姐妹俩呀 我确实捡过就有一份婚书 但是你被她现在嫁给了公民 那能履行婚约的就只有你了呀 听说什么 我要是不嫁呢 你不嫁 不嫁那你还钱 你千块钱 你分怎么能少 原来孙家老二早都有婚约了呀 咱们可是一家人 不就牺牲一下吧 孙小冉 你愿意吗 孙小冉 你愿意吗 这谁顶得住呀 你太帅了 我 愿意 好 我向你保证 我会对你好的 好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 我要今天在座的邻里邻居 给我做个见证 我宋小冉今日出阁 嫁给我身边这位大帅哥 从此以后 我跟你们宋家 再无瓜葛 走 你个白的王 你 最好是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终于醉了 别人巴不得把顾铺盒在县城 你这可倒好 要落在我们乡下 还要跟宋家断情 为啥 当然是因为 我怕我发达 都长上我 你咋知道你以后会发达 因为 我回去治未来呀 哥 你确定 要把他领回去吗 不然怎么办呢 我妈那样的你也知道 一苦二闹三上六 早点把这回事定下来 也好给南达一个家 可是 不用说了 谢明成 你习惯了情 你自己领 谢明成 你是谢明成 谢谢的谢 明记的明星成的成 谢明成 你是我们华国未来的首富 首富 我来了 我们之前就认识我 你之前就认识我 认 认不是 就是 西冰城 那可是我们华国的首富 据说他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发家 看来现在他还是个穷小 不管了 这么说 怎么样都是站的 宋董事 这光天化日子在这大街上不太好吧 我们明天就要领证了 你就是我未来老公 我就在这帮 我看别人敢说什么 对对对对 有声风化 有声风化 对对对 对了 对了老公 我们现在钱花完了 接下来 你不会要让我送餐楼去吧 我定了个饭店 一会我们就去先吃点饭 然后晚上住招待所 明天一早 领证回家 好 带听了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您怎么来了 谢谢 老板 你不是说你家穷都一当小 还拖个娃吗 哦 确实 那个我们开店做生意的 来着客人都是老板 你也是老板 对对对对 哎呀 跑了一天了都快饿死了 咱们专注点菜吧 对对对 请请 爸 有什么好吃的 老板 现在的几个点等 咱们等了好久 现在的 现在讲吧 我们会给你们吃牌 不说不 哎 现在有数吧 嫂子 你先剪菜 我和谢力哥去后校方便一下 去吧 他怎么神神明明的 嗯 嗯 这不是宋小冉那个剑人吗 刚搅黄了我们的酒席 现在还敢来县城最高档的国营班来吃饭 气死我了 对 他一定是用的咱们的那些 一定不能轻易放过他 我听说 我听说今天有县里的大领导要来就在这家饭店 啊 说是要见什么老板 你表嫂你表嫂是不是在这当服务员 这 我当心你死了 吃饭是吧 也要让你们吃不了 都得走 呀 姐姐 你也在这吃饭呢 不然呢 姐姐来这拉屎的呀 搞笑 这儿的饭菜 好多便宜啊 姐姐不会是想在这儿白吃白喝吧 哎 就是啊就是啊 来人家快把这个吃白吃的人赶出去啊 来呀 各位街坊邻居 你们不知道啊 这个就是我死屁赖的前女友 哎 我告诉他退完锅 哎 哎呀现在都比我的脸还干净 跑到这儿来吃白吃来的你说啊 赶出去 什么 吃白吃呢 天气要上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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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哎呀 哎呀 这 这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弄好的鱼汤 报价里的领导 是一定要品尝的菜 也不想活的 这下看您怎么收场 是是他 是他弄的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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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个堂堂博引大饭店 就这么一个鱼汤至于吗 哎你这鱼同志 你说得轻巧 这鱼汤 可关心着我们青山县以后的鱼 卖不卖的成缺啊呀 你这鱼汤 腥味这么重 我都吃不下去 你更别说是领导了 要不然 我就大发慈悲 给你做一个面 就 你说的清场 谁不知道鱼腥味最难去啊 就你 连鱼都没吃过 不做鱼呢 你可算了吧 哎 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呀 你做的饭呀 狗看见都咬头 要是我做出来了呢 而且做的比你们大厨好吃 怎么着 哎你小小年纪 大爷不惭呢你 你要是真能拿鱼做出一道菜来 我跪下来叫你姑奶奶行了吧 这可是你说的 那要是你做不出呢 宋小冉 那 你就十倍赔上这里的损失 然后再当着所有人的面 扇自己十个耳光 怎么样 敢敢 我在蓝翔厨艺学校普修了三年 可不是白练的 好 好 我的乖孙儿 乖孙儿 乖孙儿 姑奶奶做饭去了 洗开 快去看看小新大处理醋 你干碗呢 老嫂 你赶紧去本农区生的汤匙给它藏起来 然后在家店做两个 不明 然后呢 你去联港那告一张 然后呢 我把相亲 还在纠察队都叫过来 看看怎么收场 好好好 贱人 这可是你自己挖的坑 今天倒是要看看你 如何走得出这国营饭店 那么小的手 那天体这么中不光 哇 走得好厉害啊 我刚才没见过真的还行 管你什么大人 我这一手菜可是得过名家之别的 本姑娘今天一定要亮下他们的眼 先生 先生你看 就是这个你鬼子女人 她不光大闹了咱们的国营饭店呢 她还夸下海口 说她做的鱼汤比大厨做的都好 这就是典型的扰乱商费事啊 坑木管剑 就是 领导教育我们要脚踏实地 可他们偏偏要当中坑木管剑 您可得好好管管 不然万一青山县的风气被带坏了 年底可就拿不到仙金红旗了 是啊 岂有此理 这儿可是国营饭店 不是一块过家家的地方 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 还不把它轰出去 是 慢点 如果我不仅做出了没有鱼腥味的鱼汤 还能做出泉鱼宴 你愿不愿意让我试一吃 什么 泉鱼宴 我都不会做 一个小小毛鸭子 怎么可能会做呢 就就骗你 吹牛啊你 县长 左右不会就一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我真的做出来了 咱们金山县的鱼 还重卖呢 真理都这样 你可以试一试 但是 待会儿要跪着来 如果你的全医院通过不了他这一关 我可能要叫执法队 赶上去吧 好 但是如果我做出来了 我要他们给我男人磕 走 走 道歉 哎呀 这 这还真的是全月宴啊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不用说这香气 这品香 就单单叫白炮 不堪称一绝啊 哎 小姐姐 你这几道菜 都叫什么名字 啊 这个呢 是福龙枯鼠 这个 是金鱼月龙门 这个 叫仰望星空 这个叫仰望星空 这个叫仰望星空 还有这个 叫仰望星空 就是最简单的 一点腥味都没有 汤哦 这不仅味道鲜饼而且一点鱼腥味都没有 不可能呀 这后厨连去腥的料都没有啊 其他调料也不全呀 我知道了 现场我要提报 这个里边一定有猫腻 他作弊了 你走不走 最高官的菜品往往只需要用最腐肆的朋友 哦对不起 你成功名是个文盲 你当然不懂 就算你做出来了又怎么样 赵先生好说了 要上面请来的贵人看得上才行 人家什么菜没吃过 能看得上你这几条破玩意儿 赵先生 不是这样 将你同志做的这个菜用的都是青山村的人 而且有一些都是谋控自己做午饭 我觉得这帮青山村破红制服隔着问题 是你谢老板 是你谢老板 老板 大家都是老板 � pastor的YN呀 丘在长 tän天 这篆 Gian 这个全 momencie 确实大有可为 这样吧 咱们包箭里面马上去下必 等等 student 小长 这� elector 我已经做出来了 某些人的赌约是不是也该事情 就是 一个叫姑奶奶 一个扇自己是个巴掌 并且都得跪下磕头道歉 大家伙都看见了 你们可别转了 快点 我们领导后边还有正事 你看看 小雅 你看看你 都是一家人吗 对不对 我还不了解你呢 你最善良的 而且你这么心疼 我你是不会抢人了 是不是 是啊 我最欣赏你了 最欣赏我 跪下 跪下了吗 哎呀 没事 做饭 我看半鸟几个油点子很正常的啊 让一会儿看 安定 问擦干什么 这也太新鲜了 比小说来的巴总还挺新鲜空架 巴总 谁是巴总 巴总 你没事 你毛巾有点凉了 我去偷点热水 等一下 我去 什么 你居然想婚了 阿 伯母 你居然想婚了 还不发走你了跟这儿 他学生这么开心 恭喜老板 只是家里的婶子还没见过她 会不会有意见 没事 我有分寸 以后她就是你老板娘了 说话恭敬点 是 亲爱的 亲爱的 我们是不是该回家了 让李山先跟我女儿回去 我去处理她们近 李山 让你嫂子送我去 哇 不愧这首次 八十年代就这么大 你怎么收回来 这就是谢明成的女儿吗 怎么好好的孩子 给养成这样 你怎么不就首次 你怎么还又不在家 你怎么不选择 我怎么不选择 你怎么还又不在家 你怎么不选择 我让你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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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悠悠吧 这是你的新妈妈 太痛苦了 你看 妈妈给你干什么了 大白兔 什么心 我告诉你啊 这个可知 妈妈从县城带回来 可甜可甜 你呢 哭哭哭 就超酷 知道他还以为我们家虐待人呢 这么好的糖 给你这丫头骗子吃 不嫌浪费啊 丫头怎么了 丫头骗子不值钱 养好了有什么用 到头来还不是别人家的 再说了 你谁啊 我送一下 送一下 谢明晨的媳妇 我还是他妈呢 他没告诉你 巧了没有 有的外面站着去 什么玩意儿吗 还有你 你可死下的剑子 也以为你的靠山进来了 我告诉你 我敢告诉你 你行不行 我把你打死他 你怎么打孩子呢 沈子 你敢欺负我沈子 我告诉你 虽然你是明晨哥的先媳妇 但是在这家 还是我沈子大家做主的 实话告诉你 谢大哥之所以接你回来 主要是为了 让你这样快聊 还有个丫头骗子 他心里其实喜欢的人是我 谢明晨喜欢这样呢 他心里其实喜欢的人是我 对了 明晨哥 是他先欺负我跟沈子的 明晨哥 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呀 哎呦喂 天理难容啊 新媳妇进门就欺负我这老婆子 还扬言 要不我赶出去 我这老太婆活不了了 好家 跟我玩聊天是吧 老公 明明是他 他先打我的 他还说 你喜欢的是他不是我 你跟他打我 他怎么还动手了呢 沈子你看他 一来就把明晨哥 迷得团团转 谢明晨 我是你妈 你的婚事应该我来做主 赶快把这个女人赶走 我们退婚 让宋家换钱 我们俩已经领证了 不管您同不同意 他都是我媳妇 我是你娘 你娶什么样的媳妇 我说了算 你要不把她赶走 我 沈子 沈子你怎么样 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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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又来这一趟 又有 这是你的新妈妈 喜欢吗 喜欢 嘿嘿 看我姐姐做我妈妈 啊 我也喜欢悠悠啊 嘿嘿 谢了 不会哭呢 哎 谢大哥 不能进 一个话 谢谢你一直以来 照顾我女儿的方言 以后谢谢女儿是傻的 哎 何华 我我头好晕 你 你 我回房间休息吧 哎 好嘞 沈子 笑容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布置我 没关系 我决定了 那 这里 放一个大衣柜 黄冰放个化妆桌 那 那位置刚好 可以放个沙发 然后呢 你会放电视机 嗯 我还有一个写字桌 写字桌 就放里面吧 你每天跟我太不一样 我玩回来 这样才有家的感觉 好 走吧 哟 我们去布置新家了 笑容 嗯 这个 是卖家具节套的 课 都给你 以后我真的想要 你随便还 一出售就五百多 相当于 现代当面摔着我二十万个爸总啊 妈妈 老公 太傲了 绝对不能让这个丫头再在这个家里呆了 钱都给了这个丫头 我还怎么给我亲生儿子 笑容 你在家等着我 我再去置办一下家就回来 又有 我跟妈妈在家听妈妈的话啊 这也太温柔了吧 早点回来吧 又有 你给我出来 钱呢 什么钱 谢家 还是我当家的 我儿子赚的钱呢 当然是他老娘我的了 你算什么东西 那不是钱呀 是谢明成给我的 你要想要找他要钱 这是我的钱 抱歉 给不了一点 我给你个回家 你一来就骗钱 我怎么看 又有 我 自我跟悠悠去县里吃买点东西 你跟何华呀 就在家里吃吧 我们 吃我们 你 你个赔钱 我 我 你给我回来 又要 你看 这个可以卖给我吗 当然可以了 我们拥有这么可爱 我要给你买世界上最漂亮的裙子 我们当小公主 好不好 谢谢妈妈 你叫我什么 妈妈 太可爱了 妈妈给你保证 以后绝对对你超级超级好 谁要敢欺负你 咱们都双倍逃过来 好不好 拉钢 拉钢 你身上怎么这么多伤 你身上怎么这么多伤 就以为又又是女孩 就要遭这种罪吗 她给她也不是人了 又又 为什么不给爸爸说 何花一说 我要是告诉了爸爸 给她当了 行妈妈 就不要我了 以后花 走 以后花 你给我出来 为什么 有事说事 从今天起 你给我滚出去一下 再也别来了 我看该滚出去的是你吧 你以为你是谁呢 我告诉你 是谢大哥请我过来照顾水族和悠悠的 还留不得你赶我走 是不是你这臭牙子骗子说坏话了啊 你再中他一下 施生 施生哥 你看他 一来就要赶我走 肯定是他如下我 你在这给我玩 穿着变脸 是吧 施生 你看 他全是他弄的 这个是你这个月照顾悠悠和我妈的钱 拿着 谢大哥 我 然后谢讲我不想再看到你来一次 谢大哥 要给我报警了 滚啊 我已经又是妈妈了 我也不怕你不要我了 我们现在已经把坏人打跑了 接下来 我们长爸爸带我们去医院看一下好不好 你是你们怎么做的父母 孩子全是下降头伤营养不良 连眉骨都长歪了 你们也不提出总益 这孩子得多疼吗 这天下怎么有你们这种肯定的父母 这事确实是我们的护士 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幸亏其事总益 但接下来一定要尽心挑药 屏幕包裹 他是怎么下的居士 这是天下第一路的突然 对不起 不是故意骂的 你说的没错 其实是早在欢迎他 你也别自责 现在我是悠悠的妈妈 我一定会让他心里不快 真的 嗯 我去交费 我去交费 悠悠是他女儿 他更心疼 更自责吧 我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 以后就交给你了 我就一粗人 你有能耐 以后交给你 我最放心了 教你 就 孩子也会给你放心 我 我以后绝对不会让游柳受一点伤害 老板 这肉多少钱 新毛一斤 新毛 嗯 这身屋屋架可真是你 东北 终于到了我大奖厨艺的时候了 这不是姐姐吗 没想到 这事碰到你了 我今天心情好 实在不想跟你吵 姐姐 别着急走啊 你现在过得看怎么不咋地啊 是不是后妈难当了 真会计 可不难当呢 看上一个没本事的男人还带个娃 刚好啊 现在的肉不便宜呢 这点啊 可顶你们家半年的开支了 你不说话我都忘了骂你了 这样我这一张乱七八糟的脸 你非得往我眼前撞是吧 老狗不挡到 大秦早就在这儿跟我狗喊狗叫 我闭上你的嘴巴还想说话 小人 小人 大哥 哎呦你让我买的东西我都买完了 四 给你买了个东西看来看我看的 哎呦你让我买了 转天的花开 秋天的风 嗯 嗯 嗯 烧鸣 啊 不是 哎呦 这表一看就是外国货 老费了 谁说不是呢 这压聪明了 找了一个好账 谁谁谁谁谁谁呀哈哈 好看我老哥 谁谁 哎不过了太时间啊 我们也该回去带闺女了 买肉呗 fert、小封 好 П faculty 在家呢 不是说江里通的响叮当吗 哪来的钱呢您还是表了不对了 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事 哎呦呦媽媽媽奶奶 算了 現在她做完了 她說可以回去休息 媽媽我想你了 我也想你了寶貝 你那小嘴真甜 來看看啊 媽媽就給你帶什麼好吃的了 嗯 這都是給你媽媽爸爸的嗎 當然哦 女婿 小燕 你這做的真好 俗話說的好 抓住一個男人的心 就要抓住他的胃 我可是大廚 那有沒有五線接飯店的好 韓兒你做的好了 好 穿的用的 咱們家日子過的緊巴巴的 姐姐倒是日子過的挺好 他也根本没想过你和爸爸呀 走 哎呦 哎呦呦呦 小雅呀 这我听小莫说在街上碰到你了 我就说啊 我们看看 妈我就说了 他给别人当厚花之后就是有钱了 我妈喝得起肉汤 他能做得起这么好的病房 哎呦小雅呀 这你爸生病住院了 我看你有钱的很呀 那不如你爸想住院费啊 啊叫你爸的吧哎 就像你爸的吧 救救你啊 啊待会他就让你放 你干嘛 断绝关系的话 别给狗了是吧 行 虽然你能这么活 就别怪我再来 哎呀你干嘛呀啊 妈妈哎小雅你干嘛 哇 哈哈哈哈哈哈 我活了 我活了 妈妈 妹妹 你们知道吗 我在家里 不让我吃不让我喝 天天打我怕我已经看了 现在我都已经嫁人了 他快天天让我拿借听我娘家 他没有考虑过我在私家的感受 我 老公 又有 我死了一了百了 我不能拖累你吗 哎 小人干嘛 老公 老公我要是死了 他一定要报警 因为我是被替死的 哎哎哎哎哎 糊涂 我在我我没有没事 invert 你是不是 我们在这来看看你 Princi Bad 哈哈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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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 沒事了 嚇死我 哈哈哈哈 大可怕 怎麼說都是冰呢 媽媽這是二樓 二樓也挺高的 你愛的真皮 啊你必須要回家 回家 沈子 謝大哥跟那個狐狸精十九三天了嗎 到城裡醫院去 不知道糟蹋了我多少錢 真是去你陪見玩友後面 沈子啊 我對謝大哥的心意 您是知道的呀 還不怪你 三年了 還沒把他搞得出來 沈子 只要送家那個狐狸精走 我肯定能跟謝大哥在一起啊 還沒把我保不痛 我對這簽罪 到時候啊 咱们都已经理这儿了 怎么 何花变明你想来做小 这可不行哦 现在还搞三七七七 你抓进去 你个贱旗子 你敢揍我 想着我儿子跟你离婚我 你干嘛 干嘛 啊 我是不会在家啊你 哎呦 你会这个家 他走了 算了 你娶个媳妇放的你啊 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我 哎 这个 哦 你平时不是挺机灵的吗 怎么打你你也不知道肚子啊 我不是怕他伤着悠悠吗 再说了 他是你妈 我能真跟他动手 到时候传出去 谁家都说 你娶个木老子 小冉 对不起啊 我家的这情况也看见了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考虑 我知道委屈你了 你要是后悔的话我也不怪你 而且我会给你补上的 你嫌弃我 这就对了 不过 既然你说到要补偿的话 你不是说你当过兵吗 你要干嘛 我想看看你有没有腹肌 哎呦 就看一眼嘛 你别那么小气 小说里头说 总裁有八块腹肌 嗯 三四五六七八 要再摸摸有没有胸肌 揍一下 行吧 这腹肌 这身材 对于一个母胎单身二十多年的我来说 这一太羞涩可谈了老天爷呀 小冉你流鼻血了 嗯 没事 那你要不要跑 你把灯都跑 哎 谁 啊 你三八月进我房间干嘛 我想我儿子了 我来看都不行啊 你还知道我是你妈 钱钱钱不给我 怎么眼里心里全是这个狐狸金钱呢 钱呐 紧你出去 我们要休息了 哎 我 我 还说我 我被 不要人 我等着 老公让我们逛出去 小冉 我爱你 我也爱你 算了算了 真情像草原光头 行了 老公 我现在又是完了 我要去家居娘搞啥 呃 我打算带你一起去 真的 带我呀 主要是看你在家太辛苦了 天天就这些家常一段的 还得和我妈斗志斗勇 带你出去散散心 最好了 走吧 嗯 嗯 哎哎等等我 八十年代都有什么好看的镜子 能比得上我二十一世纪的心 烤灯 嗯 哎呀 今天真好烫 哎 是吗 那 和刘亦菲比呢 笑看 刘亦菲是谁啊 咱们青山村呢 啊 哥必处了 糟了 不记得有这么个人 兄弟们 哎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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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你说的考察这边试试了就定下来了 哥几个就等你来了 是啊 你咋说咱们咋干 辛苦了 哎对了 以后咱们的木材来源就从附近几个村进行才购 这样也能带动村里的劳动力 行 这个我烧 我去办 行 还有 咱们家具厂不是要增加工人了 就从村里挑选几个老师傅 现在这政策越来越好了 我也希望相信我能早点父亲 无愧是未来的首富 这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迷人的气质 简直太帅了 好搞了一个 哎等会小然 小然 你不是有东西要给他 啊有 给我一个 嫂子哎这是你画的吗 这比我能去的要是十斤多了 我是这样想的 咱们家居厂可以搞定制 是就比如说 这种沙发柜子床 我们可以乘客去买 城里的消费水平肯定比咱们这好 所以肯定会大卖 这 燕燕啊 你简直是个天灾 就要尿你手的不 我们家里肯定能大卖 我 啊 不客气 哎 哥 我这就去联系师傅去啊 我现在去上路 这这这这 谢谢你啊 老板 二十家居的黄老板来了 像 真像 你好 黄老板 谢小哥真是年轻有为啊 你的最近图纸我不看 真不错 先给我定个石套 肯定能大卖 黄老板没有咱了 谢小哥是哪里人 青山村 青山村 今天时间紧改日 我约个老朋友 一定上门拜访拜访 随时欢迎 好 老板 这谢小哥长得好像谢家的人 是 有机会约上老谢去青山村一趟 谢小哥 还不错呀 又有产地又有销路的 看来以后我跟妞妞啊 要跟着你 最香的色辣灯喽 宋小姐也不错呀 这一下子就是钉出去石头 那 也不看看 等姑娘哪里来呢 行了 别美了 走 回家 姑姑 我 你只有要跟你妈 爱着我活不动 那你就做个热媳妇 我说 回去等我活不动 走 你看看 那老李家那姑娘 死心白脸里 伺候人家三年 这到头来 让人人生都毁了 现在让人家那个新媳妇 占了便宜 哎 是啊 哈拉他爹还是村长呢 你不怕人家给他穿小鞋 要是何花呀 我早都不活了 现在谁还敢娶他呀 跟你说啥嘞 我还要是 悠悠 我们回家吧 妈妈妈妈 谢大哥 你这是干啥 谢大哥 我是来道歉的 悠悠的事确实是我们对 不用 以后我们卸下你少来啊 谢大哥 我辛辛苦苦 照顾悠悠和沈子三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而且 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 我是请你来照顾悠悠和我吗 我付了工钱吧 谢大哥 我们村现在没人敢娶我了 这关姓明成什么事 我在谢家待了三年 冠冕的风言风语早就传变了 面上早坏了 谁还敢娶我 况且要不是你 谢大哥一定会娶我的 你是什么垃圾道这么能装 谢明成是看你在家闲的 才聘请你过来的 我们是出了工钱的吧 怎么我们给钱还给出错了是吧 明成呀 我知道你嫌我对悠悠不好 活花照顾我老太婆三年了 我们谢家就任何花生而惜不 你可别忘了 宋家的婚约上写的是宋小梦 宋小冉她就是个骗婚呢 好家伙今天一个瓜 这姑娘看着这么漂亮 原来是个骗婚的 这何花也太可量了 这谢家的事情做的就是不低的 放缘几十里谁不知道 老李家的天天给他送饭 照顾老母亲 呀孩子 谁说不是呢 何花你给我起来 爸 你可一定要为我逃回公道啊 爸 小冉 我救你当我兵 但是这件事情 你确实要给我家根据一个说法 村长 请和话过来 我们可是其他人合同 合同归合同 可我供你的名声受苦了 他一个骗婚子都能嫁你 我供你家哪呢 小冉她没骗婚 这事我早就知道 还有 以后我要再敢听见谁在背后交车 别怪我不客气 还有女的 我只有一个妈妈 就是个漂亮妈妈 我的瓶怎么那么苦呀 我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了 真是娶了媳妇就忘了娘 行了 几乎忍下眼 走 回家 爹 我一定要让宋小冉好看 谢大哥 只能是我的 这还是干什么 宋小冉 要是那丫头骗子出事 明晨哥肯定会跟你离婚吧 悠悠 妈妈要上山踩点剂菜 四辣给游游宝脚子去 乖乖在家走妈妈好不好 妈妈 我先回你一起 不行 山路太危险了 妈妈保证肯定很快回来 好 妈 走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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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天老板就知道我奶奶 还不是我儿子的钱 你个狐狸精赔钱货 我妈妈不是赔钱货 不是狐狸精 你还敢顶嘴呢 你要反了天了你 她不是赔钱货 你是 你还以为你找了个新妈妈 你就敢顶嘴 我打死你 别在这哭 哭得我心烦 要不要不怕 要不要自己去找妈妈 宋小冉 我看孩子丢了 你还怎么在这个家里待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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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半 gat 咧 不好了 他优优不见了 不见了 优雲 满饺子了 bell飇 我咬我 咬我 不讲 什么 在哪 talking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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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小燕 听话 你回家我来着 我不回去 谢明晨 又要他也是我的女儿 你放心 肯定把你带回去 这这如果早上跟又又别的 他一定就在附近 又又又又又又又 你能听到妈妈说话吗 妈妈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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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妈来了 我是李河发的手 你可不可以喝话 找到了 找到了 小燕 你带又又先进去睡觉 明晨哥 悠悠虽然找到了 但是你千万不能放过宋元冉那个贱人 他心黑着呢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是刘婶在找悠悠的路上发现的 我东西怎么在里 悠悠还这么想 不可能一个人跑这么远 一定是你 想要丢了悠悠 这女人为我困境吗 儿子 你是不是瞎呀 是他还能是谁 他不仅虐待我这个老脖子 现在 还想举孩子下手 妈 您放心 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 还调查什么呀 铁证如山 这就是他的法权 一定是他在丢悠悠的时候 落在路上 儿子呀 这城里来的骚狐狸 你可千万不能要啊 还是咱们青山村的本分 他能有这一次 会不会还有下一次 你不为我想 你也能为孩子想啊 谢明晨 你相信他们说的吗 你放心 我永远相信你 哎呦 我儿子呀 你是不是被这个狐狸精迷得丢了魂 妈 这事肯定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 悠悠胆子那么小 绝对不敢一个人往外跑 我就想知道 是谁把他赶出家门 又是谁把他拐去山上的 还能是谁呀 你是悠悠看你出了门 跟在后面出去 就被人拐了 就是 最肯祸手还是你 好 那我问你 这手抓是不是你的 啊 悠悠到底是不是被你管到山上去的 是不是 不是 那这个手抓你怎么解释 我明明看到你有一模一样的 这帕子 是明晨哥上次从省城带来的 村里人人都有一条 你凭什么就认定是我的 是真的 是 是 我放心 不敢跟男人都着急 看来仅凭这张帕子 还真不能只认识他 亏我还跟着你们白白担心了一晚上 你们居然这样污蔑我 你毁坏 不行 他开始怀疑我 得想个办法 把他给赶走 前几天的事啊 多亏相信了 了 去吧 去吧 我爸妈 你看 地不小 都不吹戏 一看就比不上咱 隔八好生养 可不是嘛 看起来还人模狗样的 没想到是个黑鲜干的 差点把孩子给整没了 我看呀他就是用鲜去猪手段把咱明城给勾住了 呸 不要脸 明城哥不骂你 村里有的是人骂人 真把我当作是 你 你 放了啊 你 疯了吗 他们可都是你的长辈 长辈 我可没这样的长辈 吃着我的东西还在这说三道四 哎哎哎 撒开 我拿出胃猪外不给你们吃 你这个破妇 跟两个闺女孩妈比 你的手术都比不上 啊 对对对 当然比不上 你家闺女啊 倒贴着 谢明城三年 人家都不要她 现在我们结婚了 上赶着当小三啊你 整个青山山谁比得上你 宋长较 你胡说八道 要不是你在城里 给明城哥使了狐媚子手段 他现在选择的人 肯定是我 你给我滚 我们青山村不欢迎你 你先动手的啊 悠悠的账务还没跟你算呢 你滚 住手 他打什么打 明城哥他出事啊 小冉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可是 这可是上面对我家的考验 明城哥 到底怎么回事啊 嫂子 连村的员工和村民吵起来了 出了好几条人命呢 明城大哥听说后就赶紧过去处理 结果 一不小心从山上滚了下来 就把腿给摔断了 啥 还出了人命 那 那国务开不成了 何止是开不成呢 我们俩养这场都赔进去了 还欠了一万多的外债呢 什么 那就说我们邪家 什么都没了 怎么会 他可是未来首富 我还没想他几天服呢 他怎么就扩产了 不行 到底肯定还有钱 你干什么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少着钱 我们赶紧送来去县里的医院 我们就是从县医院回来的 一来是没钱了 没钱 我有钱 我有钱 给 给一切 医生说 周明镇哥的腿治不了了 什么 海花呀 这谢家败了 咱们可不能让他们连累了我们 哎 对了 这谢家的养殖场 我们都投了若活钱 现在 让他们赶紧还钱 对 还钱 还钱 闭嘴 唱什么唱 小剑人 你叫什么叫 当初谢家投的养殖场 全村可是投了三千多 现在出了这事 我们当然要拿回我们的钱 你们这群人 原本是你们当时看明镇哥 看好之下 旧的钱 别赖赖出热入虎 都是同村的 我老公他刚出事 你们就来逼他 有没有良心啊 这欠债还钱 这是天天地的事 这钱 今天不还 天天还在还 我妈说没错 你不是新明镇的媳妇吗 他欠的债 就应该你来还 对 你手上有钱 现在就还我们钱 接着 看你以后还怎么嚣张 不就三千块钱 给我三万一 我挣钱还你们 谁不知道你 嫁给谢明成 就是为了探钱 他现在啊 成了残辈 你拿什么挣钱啊你 就是啊 我们挣什么 相信你 不相信也行啊 当初你们入伙的时候 是签了合同的 风险共担 要不要现在就去报案 看来公安同志怎么说 走啊 好三个月就三个月 到时候还不上钱 别怪我们村里人对你不客气 妈 我们走 走 没上个 你先扶他进去 我来想吧 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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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怎么把这三千块钱给他了 你说我怎么没想到 与其等他变成守护 他不用我自己来当这个守护 到时候自己养娃再聊个帅气的老公 谁呀就撑不住 你要坏老公啊 江老板 这就是谢家 听说啊 他可欠了您不少钱呢 我觉得拿这些鸡鸭底债 还不如要这房子 是啊老板 这鸡鸭村里到处都是 根本不知强 这会不会太狠了点 要是 要了这个房子 这些家老小 就不家可追了 这有什么 人不慰藉天诛地灭 谢家再恨 现在也翻不了 你也说是 哎 宋洋人 你这个贱人 你放了我 你才贱人呢 找人来抢我家房子 还说我男人翻不了身 告诉他可是未来的华国首富 他自始至少都成欣任务 华国首富 那个废物 现在连战都站不起来了 张老板 我可提醒你啊 要债要趁早 免得被别的债主 心意不心能办法 这个弟妹啊 我也是没有办法 呃欠我们这个餐费啊 你用这个鸡鸭额 是可以抵债 但你看 一下子也要了那么多不是 鸡鸭额饭店 对啊 这不就有现成的挣钱机会了吗 张老板 您给我一上午时间 我不仅能让谢家还了你的钱 我还没让你 发 怎么可能 宋小冉 你牛皮这两天了吗你 张老板 您可别信他啊 左右不过是一上午的时间 如果我做不到 这房子 我抵押给你 什么 房子 不行啊 这 让他放手去做 好 弟妹有获利 那就等你一上 家 这可是你去找的 我就等着看着你无家可贵的下船 这都快晌午了 宋小冉还一直在那儿捣鼓 真以为能搞不出钱呀 好香啊 嫂子是在做吃的 老板 老板 真香 比我们饭店的菜还香啊 那他真的有过厨 你出去 做菜能挣几个钱 就算是当厨师 一个月也就十几块钱 你们可是欠了张老板一千多呢 谁来了 亲爱的 这家河 可以做个镜吗 清智 这片像 这摆盘 这 跟地独大饭店都不像上下 还有这两道菜 我送了一切 好好吃 这个 弟妹 我想买你这个菜方子 你出个价 这个白斩鸡跟口水鸡呢 菜方每到一千 什么一千 你抢钱啊你 一千 张老板如果觉得太贵的话 我大可以卖到县城的其他大饭店去 到时候 可就不止这个价了 好 我买了 假的 那 弟妹啊 这两道菜 这个炸鸡跟烧鸡呢 配方 我不卖 如果 我们可以聊合作 好 来 这个你拿好 嗯 合作一趟 好 合作愉快 有了这份合同 以后每卖一份炸鸡跟烧鸡都有钱赚了 老公 不必有钱了 这个钱呢 你就先拿去应付那些讨债的 你相信你 我说的是 出力不大 我 我 嫂子 你也太厉害了 这不仅出银行 那做生意的头脑 你先等等的 那必须 小阮 这个钱是你自己赚的 你自己留着 哎 我 哎呦 你还想着你外甥 怎么 你亲儿子比不上二九家的表哥呀 他比不上 他一个爷子 本能比他上个亲生儿子 你是什么 他一个爷子 本能比他上个亲生儿子 你是什么 新凌晨 是你亲生 你胡说八道 我刚才是被你们亲云乱说的 这个呀 我等下去 我对你就 小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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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听说一遍 大阮 看见了吧 刚才 哥 要我帮你去查查你的身世呢 当然得查 等会儿 再加重一下考验 领导说的对 这考验就是一片招摇镜 我要让这些妖魔鬼怪全都献出面前 我弟弟说的对 那个建筑 好歹是个万人户 肯定有死亡钱 不行 我得回去继继续捞油水 沈子 沈子 你就出去这一会儿 宋小阮那个贱人趁你不在 摆下了好多鸡蛋跟白糖 不知道在那道路上 什么 和好鸡蛋和白糖啊 那个贝家的小娘们 看我怎么收拾她 走 哎 看着什么 来 我刚刚新的 嫂子 你真的做出了城里才有的蛋糕 这比城里的蛋糕还漂亮 那当然了 我的梦想可是开一家甜品连锁店 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品种而已 甜品店 他的梦想 吃蛋糕了 吃蛋糕了 好 老公 今天是你二十八岁生日 我特意给你做了蛋糕 快 取悦 你特意为我做的 又要 我妈给你教的生日快乐歌 记得吗 记得 我们一起唱给老婷 带走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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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恐怕只有她会这样带我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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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学了什么愿望 不高子 愿望不能说 快 吃蛋糕了 住手 慢点 都别动 好呀你个白家小娘们 你祸祸了多少鸡蛋和白糖 这得花多少钱呢 今天明晨过生日 我给她做个蛋糕而已 还过生日 买轮椅就花了我多少钱 还整蛋糕 你给这个废物花那么多钱 哎呦 心疼死我了 你怎么说话呢你 哎呦 正好蛋糕还没动 拿给我那几个外甥吃去 大董是爸爸的 这个小赔钱货 你跟你那个废物爸一样 能跟我那几个外甥比吗 我到底是不是你先生 不行 还不是翻脸的时候 这现家肯定还有油水 你当然是我亲生的了 要不那么苦的日子 我拉扯你长大干什么呀 既然是亲生的 你怎么能这么对明晨呢 我我是他妈 我想怎么对他就怎么对他 太火了 李大姐 既然你是明晨的妈 那他欠的债 惹的事 你就有责任往他扛 赵村长 你什么意思 谢明晨 在我们几个村座的果园 那可是出了人命 虽然赔了钱 可是人家家里失去了顶梁柱 剩下的孤儿滑膜 可怎么生活 还有原本在果园做工的人 现在也都没了输入 他们 他们什么意思 难道你让我们养他们吗 当然 当时签的做工合同 可是三年 现在还有两年期限 啥 你要有钱 你找这个废物 我老婆子可没钱 没钱 不是有明晨他舅母 他可是有五个舅舅 这些年 你可没少欠附他嘛 什么 想让我弟弟欠附这个剑筹 做梦 他就不是我亲生的 我吗 他果然不是谢明晨的亲吗 果然请不出考验 沈子 话可不能这么说 您也不能因为不想还款 就说出这样伤人的话 对 我认识你们村长 你可别疯我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那两个孩子 出生没多久就没了 我是在路边捡到他们哥俩 就挂回来养的 像他这么爱占便宜的人 怎么可能败养孩子 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你们别不信 你们大开一句问问我们村的村长 我将把话撂着了 我和这个建筑 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就把话撂着了 我和这个建筑 没有什么关系的 他欠的钱 和我们李家也没有关系 既然没关系 今天就签了断情书 然后把户口给我签出去 从今以后 我跟明晨是福是祸 都跟你没关系 对对对 这个断情书 我得签 户口我也得拿走 我免得他欠的钱 都来到我身上了 明晨妻妇 你既然跟明晨拧了证 他这剩下的证 你给他赢了吗 赵村长 麻烦问一下 果园里一共有多少人 我知道 几个村合起来 一共有八十几个人 这么多 怎么 后悔了 我看你现在 唯一的办法就是 和婶子一样 今天就和明晨离婚 但是 离婚之前 必须把我们三千多的 饥荒款给还 行 你要是离婚的话 我不会怪你的 你说什么 谢明晨说 如果你想要离婚的话 不用不好意思 现在可以直接提 你是打算跟我离婚 然后娶着礼合花 是吧 没有 贱 你说什么呢 谢明晨的现在 根本就配不上了 我可不会嫁给你个残废 那正好 你以为你现在 还是外援互相拨过 就算长得还可以 但以你现在这个条件 谁还会要你 我男人不需要别人要 他有我一个就够了 谢明晨 你可是我好不容易 才追到手的 我才不会跟你 就算我现在半生不遂 一无所有 还一生的外债 你也不会离婚 当然 我告诉你 你现在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好好照顾你的身体 剩下的事情 你交给我 嗯 说的比唱的好 我倒是要看看 你打算怎么挣钱 来养活这么一大帮人 赵村长 能不能麻烦您 明天找几个代表来我们家 我有活要给他们 保证正的比赛国人多 你说的 是真的 嗯 当然是假的 宋小冉你就想出英雄 我们的急还款 你可是还没还呢啊 你急什么呀 时间到了我自然会还 好 明晨媳妇 三天后见 哎 她到底会怎么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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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嫂子这姐姐 一直在忙 这样咱们把我说 我都在家那身边 你相信 你相信 走走走走 哎 等一下 你这给我帮我 看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去帮帮忙 好 听说啊 明晨媳妇今天要带着几个工人代表 去赠钱你 怎么可能 我可一直盯着她呢 这三天她连门都没有出 哪来的门能去挣钱 跟她去吧 哎 等到齐了 好进去吧 乡亲们 赚钱的机会来了 我给你们三个项目 只要你们按我说的去做 不仅能赚回我男人欠你们的工钱 我保证每天至少还能再赚五块钱 五块钱 宋小冉 你吹牛屁也不怕闪破腰 五块钱可是我们村每个人一个月的口量 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 如果我做到了 你就给我跪下 说你是贱人 好 赌就赌 但如果你输了 不仅要给我跪下 还要去口叫 好 下午六点就可见分枪 别动 乡亲们 乡亲们 这个呢 是糖炒栗子 你以后来 不仅能折弄我 你看到我 乡亲们 乡亲们 要不仅多 我还不仅有点 不仅有点 对 我最后来 先撒点 如果扙子 你留着 你 我可以 我 Pharaoh 大便 他说你 小燕你辛苦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等不及让那根线人过下会 贱人 我在谢家三年 谢明晨从未有这样的眼神坑 老板 不好看出大事了 出大事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一定是早上他们家出的小吃有问题 对不对 对对 难道是他们家的吃食出了问题 他不是独自人了吧 我看八九不离十 宋小燕没想到你是山人犯 胡说八道我马上忙 他的小吃出了问题是要尝命的 我看你这么护 不是的 今天我们去县城的火车站卖货 一个帝都的城里人 尝了我们的总会以后 喜欢不得了 说是比帝都的什么烤鸭还要好吃 有预定一百斤的货量 什么 一百斤 老板 这是今天的定金 对对对 我这里也有预定烫烧板链 要预定三百斤 三百斤 我这里也有预定五百斤 我这要八十斤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大财了老公 我知道我们手艺好 我没想到我手艺这么好 被 妈呀 何花呀 现在是不是该旅行赌约了 跪下 说你是贱 何花呀 现在是不是该旅行赌约了 跪下 说你是贱 你 我那天不过是开玩笑而已 就是 宋小冉 你别得理不饶人 何花可是村长的女儿 你到这家起吗你 村长的女儿呢 说话跟放屁一样 那行 那那三千的饥荒 我们也不还 这 这 这怎么可行 有什么不行的 这钱本来我们就可以不还 是因为我男人他账也出 所以才说要还的 既然他李何花今天这么不要 那我也货出去 他这账很不错 何花 要不你就 贵吧 什么 贵吧 要不然咱们钱回不来了 对呀 你自己担用的主要 就不要考虑我们大家了 我们要不了钱早已用啊 明晨哥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 你快帮我说一句话呀 清山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人多了去了 控制现在我家我心 这个男人真给 快快跪下 快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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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贱人 啊 你说什么 没听见 你再说一句 我是贱人 宋小冉 你别得理不饶人 只要你在青山村一天 我就有一千种办法弄死你 吓死我了 可惜你这破地方 我还不乐意待了呢 你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我跟我老公要去县城开店去咯 你哥呢 您这哥腿不舒服啊 就先休息吧 行 让他休息吧 那我来说两句 赵村长 乡亲们 大家最近挣到了第一桶金 也真的是辛苦了 我感谢你们 我干了 你们随意 是年纪不大 我就是那个大伙 别站着呀 来来来 快去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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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敬你一个 感谢这么多见 让我们发现出户了 多感谢 你好 他要发现我腿是装的了 小冉 你又拆歌 还不穿衣服 不是 小冉 我 你干嘛去看我 你不喜欢我 我没有啊 我都跟哥 好谁呀 真的要这么做吗 要是被人发现 这个是要蹲大牢的 今晚都不做 每天他们去的城里 就再也没机会了 自然 等组织考验结束了 我一定给你补一个像样的灯毛花柱 老板 经过这次身份摩擦 发现你和李淑珍 没有亲属关系 知道 但是 据说组织对于绅士这方面 很看重 不搞清楚的话 怕对你也够有影响 其实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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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老板 没事 没事 怎么了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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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在家我看着 我去集集就会 好 这么快有闻 哥 分 找到了 这也有什么东西 这是家里闹贼了 明晨是不是被他们打晕了 怎么办呀 贱人 敢让我在全村人面前丢脸 我他妈毁了你 那个贱人长得不错 听说在你们身上 能买个好家去 是李河花的声音 是他招人来害我 对啊 抢上灯 走 别叫救命啊 别叫 别叫 别叫救命啊 你真是要杀他 以后患事出不下了 他这个孩子放他 你居然认出我来了 那你们两个都别吓我 李书珍 怎么 你的腿 没有残 你 好喊心啊你 三十年前的事还记得 我帮你回忆回忆啊 三十年前 你修外地给人家当王武 后来我和我哥就让你带回来青山 其实我和我哥并不是你见的事 是那家的孩子 你怎么知道的 不 不是 告诉我 我亲生父母到底是谁 你都是那个借人生的见证 你要想知道你亲生父母是谁 你给我拿一万块钱来 放这的话 我就算是埋着地底下 我都不会告诉你的 哥 不好了 哥 悠悠和嫂子 别人抓走了 你说什么 你们设个局是吧 告诉我 他们在哪 你小人 悠悠 千万不能出事 找不到 找 去找 他表示被转移到省城就再也找不着了 报警 去报警让组织帮忙 好 我自己小心 这是小让给油油买的发家 他们应该就在附近 人家 忘了八零年代 真是滑后治安最聋 可行 干啥啊 啊 行啊 这娘们儿 可真睡 阿妆 你要不 咱把这娘们儿送去省城之前 咱们兄弟 想玩吗 哈哈 旁边 我疼 臭娘们儿 你敢打我 救命 救命啊 救命啊 臭娘们儿 你不让我好过 你也不想好过 姐妹 谢明成 我要死 我想再见 你怎么办 救命啊 救命啊 休闪 悠悠 醒了 明成 悠悠门 悠悠门 没事 别害怕 悠悠在革命睡着了 行 老公 你不觉得睡觉太可怕了 就 想回家了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和悠悠 在手脸上癌 好 好 是李荷花 李荷花他进我们家偷钱不说 他还想卖我跟悠悠 还有上次 上次悠悠在山里也是李荷花干的 我知道 好 你看我就这样放了他们了 我 我 想让你们 我 知道错了 明成哥 看在我喜欢了你十几年的分上 让我爸 你说你喜欢我十几年 跟我变成残废 一无所有的时候 你的喜悦 你喜欢的是钱 儿子 我也知道错了 你就看在我养了你二十几年的份上 我知道你能原谅我对吗 不原谅你 你说这样 当年又不是我大哥大嫂 我不是被活活饿死 就是被你掐死了 没 我没有呀 原来他小时候这么可怜 你们怎么对我都行 但是万不愧伤害小人 我们被这案子 把他们送到保安局去 带走 不要 不要 告他们蓄意谋杀 拐败人格 不要 谢明晨 你真的不想知道你亲生父母是谁吗 现在谁也没有他和悠悠中 我可以 你们 我可以 我可以 还要 我可以 知道李淑貞被工藥給抓了 你們在青春村的房子 就被李家五兄弟給霸炸了 而且青春村的村長 現在也不讓你們踏進青春村一步了 什麼 憑什麼這也太不公平了 我找他理論來 教授 別去了 當前那房子寫的就是李淑貞的名 鳳姐現在村長跟他們一道行 去了沒有沒有 不去也行 我們就去縣城 買房做生意 發達也去 嗯 呃 眉上媳婦 我告訴你了 呃除了蛋糕湯燒板地 還有這個 折日柳日的房子 都別人給摸透了 果然的水果也不要踩 這水果罐頭可救 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要從頭開始啊 看看我們的新家 噔噔噔噔 咱們咱們怎麼辦的事兒 考驗歸考驗條件不能這麼長啊 我馬上讓尾山給咱們換一件啊 哎不用 咱們錢不是被偷了嗎 現在手符有點緊 我覺得住這個院子也挺好的 現在這裡面已經有一張小床了 雖然有點小 但是三個人一起住一點都不起 是不是啊 嗯嗯 嘻嘻嘻嘻 我打算在這個里買個二組陳發 裡面再放個承受櫃 老不好 宋小冉 你怎麼在這兒 你怎麼又在這兒 廢話 我跟郭明哥就住這兒 呦 你們不會是想租在這兒吧 告訴你 趕緊給我鼓勵 別想給我的陳公明 你搞好清楚 我現在是有老公文人 對撿垃圾沒興趣 你 呀 這不是鼎鼎有名的萬元戶嗎 可惜啊 毀殘了破產了 還欠了一屁股債 怎麼躲著躲到這裡來了 怪不得只能租得起 最破最窮最便宜的房子 照顧個廢人還帶廢物品 信不早然啊 你怎麼那麼慘啊 我再慘 我也過過萬元戶 傅太太的生活 你呢 千方百計搶的男人 連房子都不給你 吃塊肉都省不得了嗎 咱倆省一省 小夢 小夢快看 好消息啊小夢 縣裡舉辦孰藝大賽 第一名冠軍有兩千塊了 你不是跟著大同學做飯嗎 你去報名 我們一定拿冠軍 太好了我要報名 孰藝大賽 兩千塊 太好了 宋小冉 你怎麼在這兒 我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跟著我 我就會多看你一眼 你 你什麼你 我現在在小夢結婚了 不會多看你一眼 川公民 你快撒謊尿照照鏡子吧 就你這狗樣子我還看不上呢你 好啊你 你不要以為你做了幾條臭魚 你就是除塵了 你要是不想被打臉的話 我勸你別纏我這個事 對 你應該還不知道吧 我可是跟著國營飯店的葉大廚 學了半年多的廚藝 等參加完這次比賽呢 我就可以看小舌了 喲 那你可真厲害 不好意思 這比賽啊 你確定了 你 好 那我們賽場上見 看你怎麼囂張 硬了你這傻蛋 滾吧你 老婆 悠悠回家了 悠悠 閉眼 安寶媽媽 晚安寶貝 你真要去參加這廚藝大賽啊 當然了 有了這兩千塊錢 我們就有了啟動資金 到時候 悠悠也能去商業而言呢 老公 等我有錢了 我就帶你去縣里支腿 如果支不好 咱就去帝都 因為那是帝都也支不好呢 不會的 未來首富 那可是四肢見拳 你放心 就算你的腿支不好 我老公這麼說 我也咬你好嗎 真的 不相信 相信你 幹什麼呀你們 我們要搜查 你憑什麼搜查 有住户丟了貴重東西 必須得搜查 你們一搬進來 我買的銀卓子就不見了 不是你們偷的 還倒是誰 宋小冉 成了小偷 你就沒資格參加 出一大賽了 沈子 你這話可不能這麼說啊 我還說你們欺負外鄉人呢 除非你現在把所有人家都給我搜了 我才讓你搜我們家 你 再不讓他 我去報案了 報案 我也想報案呢 告你個污衊罪 The 你在哪裡 但是 有人故意要害我 terror 有什麼 Bad 看 那 還有row 这再也不进去啊 不是那银镯子 都能让这男人给拖啊 你就是 今天必须要搜 糟了 估计是被宋小冬那个奸人的厉害 这要是被安装了想偷的冒险 我们在城里更是局部略见了 不许见 走 起开 你们干嘛 走 快给我搜 看着 你要搜也挺 但是如果你能收回过来的话 不可能会报警 告哪个录不久 是啊 这要是万一搜不出来 人家可以够零的 王婶 你可别被她给骗了 我看她就是虚张声势 再说了 她还得在咱们大院里面生活呢 这都做了咱们 怕一个备用感吗 就是 我骗到搜 搜 搜 老公 怎么办 今天你都好了 怎么回事 应该就在这啊 孙小梦同志 啊 你在窗户那翻半天了 你知道的东西在那啊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知道 哎你们找到了没有 没有没有呀 这还真是误会一场 我们走吧 慢着 把我们家换成这样就想走啊 啊 孙小梦 我现在就去 哎呦 这都是误会 何必把小事闹大呢 就是 大不了我们帮你收拾一下房间 按照法律 未经人允许 闯入私宅 可认定为抢劫 可怕三到五年 不是收拾房间这么简单 那你想怎么样 哎 咱们家见这么多人 看不见没丢东西啊 是啊 让开 孙小梦 嗯 我放这这五十块钱不见了 是吗 是啊 肯定是被他们偷的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今天要是不把这五十块钱交出来 我就去公安局报案 把你们都抓起来 是啊 啊 王婶 天哪 以后你们可别被别人 到时候吃亏的 只有你们自己 哎 老公 那银桌子呢 一会儿带你看这好戏 这 都怪你 一个银桌子才值多少钱 孩子 我们赔了十五 真可真是倒了大霉了 老公你快看一看 我们要发财了啊 哈哈哈哈 这怎么可能啊 啊 这怎么可能 我 哎 好一个宋小梦 你这是贼喊抓贼的啊 我们一般人被你耍的排床转 老千天打死我 别动手 别动手啊 别动手啊 不是我 不是我们偷的 宋小梦同志 把刚才我们贴出去的钱还回来 不然送去公安局 等一下 什么公安局 什么公安局 是他 不是他 各位街坊邻居是这样 这个钱我没认 以后一定给你们好不好 不是我没有钱 我没有钱呀 我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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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了 你们给我等着 我跟你们没完 太洁气了 老公 你太厉害了 不过 那个镯子是怎么到陈东宁手里的 是你啊 老公 你真是有有有吗 有你在 我以后什么都不怕 小雅 将来还送点钱 买身合成的衣服 和成熟的厨具 明天就是出一道菜了 你想做的事 放手去做 谢谢老公 我老公出发 我一定可想 谢谢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别着急 别着急 一个一个来 那国家长得真不错 那围裙也是别去一个 在行头上 就压了别人一头 那肯定了嘛 我媳妇那是跟叶大出现 做饭啊 更没得说 你媳妇 来来来 快走 我跟你说 这次这厨力大赛 那是师父主聊生定句啊 那个剑怎么还没来呢 他该不会是胖了 该怎么着 他敢来吗 还有没有参赛者 还有我 哇 这架势 感觉好专业啊 别闭嘴 他这身装备 那是像你的港长 顶级大出呀 贱人 敢抢我的风头 姐 你这身形头 怕不是把家里 积蓄都花光了吧 你说说你呀 刚跟姐夫从乡下回来 欠了一屁股债呢 姐你要是家里接不开锅了 记得要跟妹妹我说啊 原来是个败家的 家里条件那么长 还没这么贵的小姐 就是 穿的好可不代表厨艺好 好啊给我五十五十 五十 你不是说让我开口吗 我开口了 行 给给给给给 这五十你拿上 你赶紧走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是港城的大老板办的这个比赛 你一个农村 你你戴个白帽子 你快走吧 装什么呀你 我媳妇有没有资格参加 一个工厂的三级小工管的老板 都把钱给了 贫心姐不开锅的也不是我的 哦对 哼 瘸子哪都有你 哦对对对 平伟我要举报他 这个人叫苏乔长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比赛 参赛名单上面写的轻轻速度 要熟练的有编上和切菜的技术 还得认识二十种佐料对吧 他一个乡下女人 他哪会认识二十种佐料 他见识没见过二十种佐料 对 我跟我姐从小一起长大的 要说切菜和炒菜 他还算懂点 但要说现在是二十种佐料 绝对不可能 要是我能呢 不可能 我那个能爹的还不了解你 凤小冉 赶紧给老子滚出去 少在这儿给老子丢人见眼 他爸都这么说 看来还真是想谋户前线 真是想见想疯了 哟 这位大叔 您谁呀 你不是前几天才把我卖了吗 你哪来的底气在这儿教训我 什么 竟然卖了自己的女儿 他什么人都有 你 你 凤小冉 你不是说 我没有参赛资格吗 你敢不敢在这儿 跟我比试刀工和品量吗 好 借语 这可是你自找的 我的刀工 可是被叶大厨夸过的 好 比就比 那你要是输了 就不能参加比赛了 那要是你输了呢 你说什么 我媳妇可是跟叶大厨学的 她会输 好好好 要是我输了 我也推出比赛 我也推出比赛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就请在座的各位 替我们作证 这刀工要的 速度快 还接受了 丝 干你了 姐姐 拿刀要小心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回事啊 他的都是动了 可是那头动怎么没动啊 我就说嘛啊 穿的好看有什么用 这个土豆都切不了啊 哈哈哈哈 不可能啊 他的厨艺我还是有自信的 怎么样 姐 这下该人输了吧 是该人输 不过那个人 是你 这 这怎么可能 港城顶级大厨挑战薄片 连行都没有做到 他却做到 宋小姐 可以给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 刀口整齐干脆 每一片都拨入之上 这刀工 这刀工堪称顶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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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做到 我 我还要比试品量 好啊 没问题 我会让你输得幸福 Cresieve the arch 时间到 下面我宣布比赛结果 宋小冉识别出182种调料 正确率100% 宋小梦识别出42种调料 正确率 百分之五 啊 这百分之五 也就是说他才刚达标 这也太丢人了 真不知道 他刚才哪来的底气 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输给他 宋小冉小姐 你还真是厉害呀 要知道当今的厨王 也只能认出180种 没想到这次管事考察 居然还发现了人才 卫山 他老盯着我媳妇干干嘛 怎么样啊 宋小冯同志 好走 不送 别哭了别哭了 你爸给药给他 站住 你都怪你 你赶紧想办法 小冯的那个贪赛资格给他恢复了 对 任赌服输 他但凡要笑点脸 他就不应该再来参加比赛 慢走 我走 我都不 你要是还想再回宋家 你就把你的餐菜资格让给他 笑 你真以为你们宋家是什么脏伯伯啊 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跪着求我 我都不回去 你好眼了 走 走了 你老公呢 宋小姐 我们抬一下合作的事情 我媳妇的没有时间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呃 好 那我们赶日再约了 再见了呗 喂 你看 小轿车啊 不愧是港城的老板 你说 什么都那么远 没看见没有 你说什么 啊 没有人 哎 觉得这人怎么办 我觉得他挺好的 你看啊 长得又帅又有钱 连搞成来的对吧 还有见识 维珊 或者回家 哦 哎哎 老公我也回家 我 进 我一定会想办法参加后天的决赛 老实 笑 我 北山哥 你去忙吧 我来照顾他就行 好 那我去我妈那里 把溜溜姐回来 嗯 去 好 去 好 老狗 我今天表现得好不好 好 好 哪里不好了 我明明啪啪打他们脸 啊 我知道了 你去做 我没有 我吃了你做 我会吃醋 我就说嘛 你怎么会吃醋的 是吧 那 明天我就去找找柔老板 看看他能不能给我投资一个什么 甜品店 饭店 或者是餐饮店 你去 剪了很 我没吃两天的奖劫 看我怎么收心 收心 啊 啊 蠢公民你瘋了 我我我不是故意的 我再说了 大白天的谁知道 你们两个在这腻腻歪歪的 不干好事 你这叫不是故意的啊 你当着我面欺负我男人 我这样打死我 我打死我 哎呦 哎呦 别咳着自己 哎 你了别呀 你了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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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吗 啊 来 我自己来了 没事我给你弄 快 哎 那我还是先把裤子脱了 嗯 不用了小人 这小人我自己来吧 没事我帮你擦擦 我自己来吧 哎你别跟我客气我给你擦擦 哎对了小人 啊 今天你把裤子脱子脱了 他不会让麻烦救他 啊 那那来呗 反正我也不怕 裤子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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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你要什么开场 我就去跑啊 啊 叫什么叫 一定是你们先招惹我的 我让你尝尝你鸡脓水的味道 我瞎瞎 我看你激烈我 周同志 你让人再这样无理取道 咱们就得上街道说到说了 不行 今天这么丑丑 闹到街道 我里的面子全丢光了啊 你们给我等着啊 我放过你们的 都这么晚了又跑出去了 又跑出去了 难道他晚上经常 气死我了 小龙你这衣服怎么湿了 还不是松小冉那个贱人 那 快把衣服脱了吧 别着凉了 叶师傅 你得答应我 我光能让我进决赛 你得搞垮宋小冉啊 好好好 你只要把我刺好了 我什么都答应你 宋小冉 你死定了 妈妈 今天悠悠也可以去看你比赛吗 当然可以 今天悠悠和爸爸一起看妈妈拿冠军 好 妈妈太棒了 走吧 要迟到了 快 别跑 慢点跑 别摔着 哎 你干嘛 我看你今天怎么去比赛现场 看你今天怎么去比赛现场 希望怎么还没到 哎 宋小冉不是打赌输了参加幕了决赛了吗 哎 你不知道 人家可是市里能出一线大叔的地子 叶大叔都放火了 许外方怎么敢不跟面子 比赛时间都差不多了 怎么还不开始呢 不是 叶大叔 少了木造 比赛还有十分钟 我们定会如期举行的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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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有用 有用 不怕啊 没事没事 你的腿 没事 小冉 谢明晨 你一直装瘸装破产 就是为了考验我 害我贪图你这万元后的家产是吧 这里宋小冉能够 对我这么真心待你 我告诉你 我不占你任何便宜 我宋小冉也会成为万元户 龙先生如果这次比赛我得了冠军 能不能给我一次合作的机会 当然可以 请 老板你怎么不说这都是组织安排 你也是逼不得已 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骗他 这谁 主要问你这个时候 到底谁要好的 是 同志 他就是我们谢家的孙子 对 我都打听清楚了 他呀 就是咱们谢家的孙子 明晨这孩子不错 年纪轻轻 就成了万元户 他做的那些事 上面还挺重视的 哦 对了 我还听说啊 他现在都有女朋友了 也就是说 咱俩有孙媳妇啊 他呀现在就在里面参加厨艺大赛呢 我先去看看 嗯 一个厨子 怎么能配得上我们帝都首富谢家的孙子 趁他们吵架 刚好让他们分了得了 我来了 没想到啊 最后就是决赛的 却只有这宋家两姐妹 不知道最后谁会夺冠 那当然是宋小孟了 没看到这进入比赛 叶大叔连连给他打出最高分 现在来进行最后一轮比赛 请容先生出题 好的 那么接下来二位请以余为菜品 两个小时内做出美味且多样的菜品 谁做的菜品多 且获得我们评委投票最高的 谁就是今晚的冠军 好了好位 那么请开始吧 好吧 好董 等我再说 这种艳风不愧是港城第一师专 农家的技术 你想啊 这港城临海渔业发达 要是能开发出多种渔业菜品 这市场不可限量 小伙子啊 你也不错 不愧是地不首富 卸家的子孙 坐 来 明晨啊 当年你爸被其他女人勾走的时候 你妈还你正好九个月 他得之后 带着保姆一家 一气之下 离开了卸家 走了 可不行的是 又上遇到了劫肺 哎 等我派人赶到的时候 你妈和保姆的男人全死了 可你和保姆下落不明 从此音讯全物 你保姆是不是叫你书真 对 对 他当年隐瞒了家庭住址 所以我和你奶奶 我们一直都不知道 你就在管事 直到前不久 那个黄老板打来电话 明晨啊 你不知道 那些年 就算你爸去了 我们也不敢倒下 就怕你哪天回来 正不倒下 爷爷 我结婚了 我还有一个女儿 你们要是同意的话 我可以带他们一起回卸家 女儿可以留下 那个宋小冉不行 她配不像卸家 为什么 明晨啊 我们卸家 可是帝都首富 她出身那么差 还敢跟你闹气气 这样的女人 哪能比得上帝都富家女 明晨啊 奶奶我向你保证 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 我姓明晨只会有那个一个妻子 她就叫宋小冉 我姓明晨 你们要是不同意的话 我也没变回卸家 李莎 走 明晨 你等等 我是老太婆 你瞧你干个好事 哎哟 都怪那个宋小冉 不行 我得想办法 让她主动离开我的孙子 我的天啊 这宋小冉也太厉害了吧 这动作简直是大师分子啊 可不是 你她做的哪是菜 这每一动 都是艺术品 比赛时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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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叶大叔再偏心也不能正眼说瞎话 贱人 他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不知宋小冉小姐可否介绍一下这些菜品 当然可以 龙先生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做了全鱼烟的一部分 整个全鱼烟呢 有四十八道鱼类菜品 每一道味道不一样 做法不一样 好一个全鱼烟啊 各位 想必我也不用再做过多的评判了 胜负一分 恭喜宋小冉小姐 夺得此次出一大赛的冠军 小冉 别想我这么容易就原谅 小冉 哎呦 你给我站住 让开 你瞒着我干什么呀 你没看见他 还敢给我孙子脸四看 谁谁谁谁 谢女神是他孙子 宋小冉 不会让你好过的 小冉 我回家了 请看 宋小姐 方便谈下我们后续的合作 不需要的名字 我认为男人 你要干啥我全力执行 如果自己不想他 就算帮上了首付金大本 也不会成就 刘先生 我们走 行吧 明天 明天 我就说这个媳妇不能要 咱们跟她离婚 再找一个更好的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 我的媳妇只能是宋小人 如果你不接受她 咱没必要她了 周围长 哎你 小老夫人 您别生气 我姐 她就是那样 当初看上我姐夫 是万元户 想方设法的要嫁给她 现在看着更有钱的了 她就想 你说什么 这个宋小冉 不仅跟自己的媚妇 互倾互处 还故意跳河 让明晨救她 然后明晨 不得不跟她明正结婚 对呀 就是这样 你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接个人去打听一下 对了 我还听说 是不喜欢明晨的女儿 走走把孩子给拐放山上去了 孩子差点就回不来了 这么恶毒的女人 我老太婆 绝对不会让她见我 一位谢家的猫 贱人 你别想过得比我好 杨先生 嗯 今天谢谢你呢 是我该谢谢你才是 你今天提演的一些观点 对我启发很大 谢谢你 那就 提前助我们卖香菊炸鸡店 和捐月饭店生意期后 合作愉快 好 合作愉快 那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行 你慢点 拜拜 这么快 就勾搭上别的男人 等等 您是 我是帝都谢家老夫人 也是谢明晨的奶奶 就是因为你 我孙子 才住这么简陋的房子 凭什么呀 一开口就质责我 我还没关系 明晨他明明有钱 还让我住这么差的房子 一想起来就神奇 老夫人 您说反了 是因为您孙子 我才住这么简陋的房子 就是这么和长伯说话的 我只是实话实说耳术 你 好 今天来呢 是替明晨转达一下他的意思 他要回帝都谢家了 你们俩的婚事不合适 还是尽快的离了吧 还要跟我离婚 不可能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婚姻本该就是门当户对 你看看你 啊 你哪一点能配得上我们家明晨啊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他是这样的 嗯 信不信 那就由你了 嗯 啊 对了 是明晨 他自己不好意思给你开口 所以呢 就让我这个老太婆 来替他说 行晨 你真的要跟我离婚 等你给我一个说法 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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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晨 悠悠呢 明晨啊 你别着急啊 悠悠 你在房间去睡着了 悠悠 悠悠 你坐门干嘛 开门 开门 我得带悠悠回家 回去干什么呀 天都这么晚了 祝你晚上呀 明天再回去啊 啊 等你了 小人 你等着我 我明天早上回去再给你戒指吧 天都黑了 悠悠跟明晨还没回来 悠悠出什么事了 不行 我去看 悠悠和明晨呢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早上 早上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老板他 他去了卸家前的 就再也没出来了 真的去卸家了 我再去看看 这 他 他 才离开印相了 我是这么想 亲人 我好想 我真他还想他 终于是个天亮 邓小姐 请吧 终于拆散你们了 走了 他走了 他当然走了 港城容老板可比你有钱多了 说不定啊 宋小冉跟着容老板去了港城呢 可能 他不可能丢钱我和尤尤 小冉 没错 你不是走了吗 你怎么又回来了 谁说我要走了 我只不过是去买点东西而已 谢老夫人都让你离婚了 你还撇着脸赖着不走 你怎么知道的 原来真的是你倒的 你不要胡说啊 明明你自己是个贱货 干嘛配不上地独手不借家 配不配得上 你们谁说的都不算 只有我自己说的算 小冉 我还没打算原谅呢 小冉 我看呀 这小梁的感情好着呢 某些人呀 也只能是记这个分 我就不信 拆散不了你们 小冉 爸总怎么突然这么出动了 我耍联网 我怎么耍联网了 你是我媳妇 你不是一直喜欢这样 要不 现在就别伤了 干嘛 大杯天的还有人看着 难得完之 你想的美 想有美色有红 我告诉你 你跟我离婚 骗我的事情 我还没跟你办事清楚 离婚 我什么时候要跟你离婚了 你奶奶亲自来转告的 说你现在是帝都首富谢家的孙子 我这个乡下姑娘配不上 他们确实是找过我 但是我跟他们说了 他们只要是不认你这个孙媳妇 我是不会回谢家的 真的 真的 说还差 但是 你想让我原谅你 没那么见 那你说 你怎么才能原谅我 你说什么我做什么 该当我考验你的时候了 谢明成 我觉得 我们有必要分开一段时间 考虑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 什么 你今天 会因为钱骗我 考验我 明天谁又知道你会因为什么 又把我放弃了 我不会了 我以后都不会了 我怕我会 如果有一天 我遇见一个比你帅 比你有钱 性格比你好的男人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因为他放弃你 所以我们还是给彼此三五月的时间 好好想想 我们到底是不是彼此不可替代的 我的天哪 我这天哪 红牌电视机最新款的收音机高等不了 哎呦自從小展搬了進來 這三天兩頭的 我們也是沾了他的光臂 長一見識了 有什麼了不起的 還不是靠男人 有本事你也靠男人了 好我忘了 你千方百計搶到的男人 不僅下崗了 還每天喝的醉曲曲 時不時還賞他兩巴掌呢 你一個賤人 你不要太過分 要是謝老夫人知道謝明晨 給你買了這麼多東西 肯定不會放過你 我給我媳婦買這種 我看誰帶有錢 把東西搬進去回家 哎等一下 明晨 謝謝你 但這些東西 我已經有了 我已經有了 這些都是我自己買的 你不用買了 我有儲藝 可以讓自己過了 沒什麼 美詹 你嫂子最近什麼都跟我說 你幫我查一下 她最近跟她幹什麼 不用查了 嫂子自從廚藝大賽一舉成門之後 請她當主廚的不計其數 聽說 還和那個什麼 容彥峰 一起和我開這個飯店 是 她很優秀 搞得我現在都不知道為她做點什麼 不是 女人嘛 不就是靠個浪漫嗎 你再不抓點女人 嫂子真要被人長圈 沒用的男人 一天到晚就知道喝 你都罵了你 說我啊 要不是你的話 我早就和旁邊宋小冉結婚了 我現在也過的是最像是喝辣的日子 我現在吃花生米啊 我現在吃花生米 你 師父啊 賤人 憑什麼他不僅有好男人 還有掙錢的本事 這些原本應該是我的 是我的 我得把他搶回來 搶回來 夏嵐 中午有時間了一起吃個飯吧 你爸從短去看多了 謝先生 今天是我和小冉真好的日子 他一整天都沒有時間 送給你 這說的對 我們今天有挺重要的事情要 我們走 站住 那 那是我寫的你最好你的願望 是 現在是 可一個月以後呢 你可能就不是了呀 謝民成你瘋了 龍先生 你沒事吧 我不許你靠近 你是我 我不是你的私有物 我卻屬於我自己 那悠悠呢 你答應我要做他媽媽的 是 我是悠悠的媽媽 但悠悠的爸爸不一定是你 謝民成 你知道今天對我來說有多重要 今天是我第一家飯店剪彩的日子 你根本不瞭解我 你也不愛我 看來我真是一點兒都不理 看來看 看來看 這麼晚了你們怎麼在這 老闆他喝醉了 我們快回去吧 他喝醉了 也是今晚就是我唯一的機會 明成 你怎麼喝這麼多呀 你怎麼來的 出去 是小夢帶我來看看你 我不跟你說了嗎 你不接受宋小燃 我是不會跟你回謝家 出去 好好好 奶奶知道了 來 快進屋 偉尚快去買行酒藥 好 慢點慢點 明成 你喝這麼多格愛麻呀 這次 是我唯一的機會 對不住了老夫人 今天我說的話是不是太重了 不知道他怎麼 小燃 跟我和槓城吧 啊 你懂我的意思 謝明成可以給你的東西 我會雙倍給 而且我會比他更尊重你 是啊 他如安風人長得帥 未來也不差 畏懼財富榜第二呢 呃 為什麼我沒有心動 我愛的是他 對不起 容先生 這裡已經有人了 我要去找他 小燃 誰知道為什麼 誰知道為什麼 你選擇手 我 只要你今天晚上碰了我 你和宋小燃 就再有可能 誰 你先抢 先抢 你看冷淡 我有坏要说 这个贱人 又来坏我的好事 今天晚上 我就要你特地清碎 不管 我今天一定要宝贝 你怎么在这 哇塞 你不能在这 明晨哥 说他今天晚上空虚了 找我来陪陪他 不可能 我还以为他有多爱你呢 结果看到我 却迫不及待就出声来了 我们该发生的 可都发生了 既然 这一回你和谢明晨 永远都不可能了吧 嫂子 你可别相信他 老板他今天喝醉了 喝醉了又怎么样 他就是把我睡了 他得对我负责 你 这可怎么办 老板特地黄河也洗不清了 那可不一定 让开 你干什么 我倒要看看 他是怎么睡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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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廉耻 我就想知道 谢明晨裤子都没脱 是怎么会你说的 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 真不要脸 真当我是你叫我东西姑娘 就算他没有真的睡我 他也对我少了流氓 他要是对我不负责 我去报案 你流氓罪 可想犯死刑的 你 我看谁敢报案 你 你不是 你没事 我老太婆 怎么没死是吧 宋小孟孟 你好狠毒呀 怂恿我 带你来看明晨 然后狠心将我打晕 又把我扔到了杂务房 可是你没想到吧 我老太婆命大 我没死 伟山 去报案 告他虚意谋杀 什么 帮他对我孙子传刘吗 老夫人 我错了 求求你不要去报案了 我求求你了 那你说 我孙子有没有动 没有 他喝醉了连行都没想 所以就给鱼西架 至于要不要报案 那你得求求 我孙子 这老太太转变这么快的吗 姐姐 姐姐 求求你 你原谅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我们都是宋家的孩子 你是我的姐姐 如果我出事了 一定会连累你的名声的 你会饶了我 他说的没错 这事情呢 又是真的闹大了 这妹妹跟姐夫 你会说出去 又不好听 再说了 这你们的铃声传出去 你们可就毁了呀 小人 那要报案 你可没想清楚 姐姐 师父 表姐姐 要报案 像他这种不知 脸齿 恶毒之极的妹妹 我这个做姐姐的 当然也得大赢也轻 被社会 颤出独立 小人 你说了不算 当事人是谢明辰 他才有资格说 陆文 明辰哥 你醒了 陆诚哥 你是狄族谢家的孙子 不想把事情弄大了 你就说 河豆的酒凝错了人 大家都相安无事了 那你想的到尾啊 我家我媳妇说的呢 他就怎么办就行了 雷山哥 送他去公安局 哎哎 雷山等我 他这个男人 又一位想跟他有关 好走 走 不要不要 别说你啊 姐姐 小人 对不住 奶奶今天才发现 你是真的爱明辰 都怪我这个老婆子 差一点 就把你们俩给拆散了 谢谢老夫人 对了 把这个呀 拿着 这镯子在后市 可价值千万呢 不管你原谅不原谅 我这个老婆子 我们谢家 就只认了你这个孙媳妇 刘晨啊 你不家 干嘛 失神秘密的 心里是小语的 甜品店 我的梦想可是开一家甜品博酒店 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品种而已 他记得他心里 孙燃 我把我自己送给你 你愿意让我陪你一起实现你的梦想 孝燃同志 今天我来是想告诉你 不是鲜明诚在考验你 而是组织的要求 民众的产业是及经济产业明白 一方深入的敌特分子 所以在 他致死之中 就是信任你 我不愿意 你还没原谅我 孝燃 我真的很爱你 我爱你 他还不够 妈妈把我也送给你 你再给爸爸好不好 好 我终于来到手速了 扶桃 他快将被围走 你 х� työ 走 感谢观看